不知道Raven會不會生氣呢? 我們拿著去幫你搶口罩 我們沒有問過他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靖兒 我是阿龍 大家都知道最近大家搶口罩搶得很重要 我自己也不是搶到很多 你搶不搶不到 所以我們在網上有些人教一些方法 就是當你沒有口罩的時候 就解決鹽味之急用口罩去蒸 就用這個100度的高溫 對 消毒10分鐘 在膠中消毒行不行嗎? 對嗎? 蒸100%水溫行不行嗎?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馬上試一試蒸口罩 看看蒸完10分鐘之後 它會發生什麼事 好嗎? 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的水已經滾了 但是要有蒸氣 因為人家說明要用蒸氣 那些氣去蒸的 出煙了 那好吧 你放個口罩 看看 有沒有哪一面放哪一面 好像蒸燒賣 蒸點心 我們看到 炒小包 那我們就蓋蓋了 10分鐘 那我就計時了 我們10分鐘之後再見 好 真的等它蒸了 它現在是噴噴聲 我看過有些網民真的拿來蒸過 你有沒有看過 又說扁了 對 我看過那些 蒸了 但是我又再看另一個 出名一點的名人 他拿來蒸 那他就完全沒事的 但是他就說他蒸了很久 口罩都不熱 我們看看這個 究竟它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看了都是融的 一會兒我給你換 這個乾淨的 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都是一樣 我很擔心 它會融掉 嘩 好緊張 10分鐘 說這麼快已經過去了 我們現在就看看 口罩的環境 好嗎 嘩 不好意思 好多渡寒水 你倒了一些渡寒水 其實它好像沒有濕度 它有 底部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口罩是怎樣 很濕 很黏 它應該是給這層面看 我先碰一下它 真的不熱 真的不熱 不熱 完全不熱 為什麼 為什麼 它透得這麼快 平時蒸燒賣 蒸 一個多多錢 完全不熱 為什麼 但是很濕 就是一 一塊很濕的東西 它有沒有難度 它有沒有用 它是正常的 它是正常的 我們 雖然今天試了去蒸 很明顯 就是不效的 我們都上網做了一些資料搜集的 就說 這些常用的外科口罩物料 只可以用一次的 它那個過濾層 如果遭受到破壞 它的防菌效果 已經是消失了 不可以 是絕對絕對不可以 消毒再重用 外科口罩 都是一次性使用 這個 在我們的宣傳 資料和指引 都說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真的 沒有口罩 或者暫時買不到 我想 可能盡量少些出家 或者不要去一些人多擠迫的地方 而且真的可以 我現在見 Facebook有很多 很好的巴達斯大 很多香港人都很好 願意 壓有多的 可以互相去轉讓一下 但如果真的沒有 就建議 不要出街 不要搏 最後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我們的社區 快點好 疫情快點過去 好嗎 好 我們之後 看到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就再和大家一齊試試 等到她的口罩 對 我們會扔掉她 好吧 拜拜